大家好,我們做的東西是AI影像辨識應用的原來Higana的鬥牛 炸藥,我們在認識了機器學習初步原理後 我們自己訓練影像辨識模型 NioWason的Pixto視覺感測器和Arduino的開發板與馬達等 並自行練衣3D練印設計仿生獸機構 做出一支具有AI視覺感測功能的仿生鬥牛 我們的創作動機,了解什麼是AI人工智慧視覺感測 充實應用科普知識,培養Steam能力,發揮創客精神 動手作,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與分享 我們的創作目的,了解什麼是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是如何影像辨識,AI影像辨識如何應用在生活 我們有應用軟體,第一個是微生電子所開發之機器學習加速器 第二個是Pixto Junior程式的編輯工具 我們應用的硬體有Pixto視覺感測器一個 Arduino開發板一個擴充板,馬達驅動控制模組 180度佗基馬達,TT馬達,18650電池乘兩個 3D練印外殼 我們製作成品,鬥牛會利用視覺感測器自動搜尋 鬥牛屍所在的位置,並啟動仿生機構轉向並衝向鬥牛屍 那現在我們來展示藥無座 現在我們在搜尋 然後大家看到紅色的時候呢 它就會低頭 然後轉向鬥牛屍的方向 然後大家看到鬥牛屍的時候 然後 它就會開始重撞 然後呢,當它重撞完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手選 我們發現的問題還要解決 第一個是自己訓練視覺 辨識模型的辨識效果不佳 所以我們把辨識區域選擇 要針對物體而不要選入背景 第二個問題與解決 馬達的力量不夠 無法撐起作品重量來運作 所以我們利用減速機原力 增加轉盤力量來帶動腳 第三個問題 重心在前而造成無法裝飾牛頭 所以我們改變馬達位置時 加裝牛頭後重心在中 第四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 視覺感應不穩定 視覺感應器前方周圍 塗黑防止顏色干擾 然後我們的作品層次呢 我們這個呢 就是設定變數 還有它的角位之類的 然後這個就是 它搜尋 然後它搜尋三次之後呢 它就會 跳出下面這個回圈 然後呢 然後它 會轉動它的左腳來找 找到 如果它沒有偵測到的話 然後 這是它的 轉左腳的部分 然後如果它有偵測到的話 它就跳這邊來 它會先 把它的頭歸位 然後也 頭低頭 然後呢 它這邊呢 會轉它的右腳 直到面對到了 它的這個鬥牛式 然後呢 面對到鬥牛式之後呢 它就會衝撞 六秒之後就會停下 然後等待 然後衝完之後 等待一秒 它就會 但是回到最上面 我們的製作心得 總共有五種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Art 跟Math 我們的科學方面 是動鎖石座的探索 讓我們了解一些 系統性的知識 科技的部分 視覺感測模型的訓練 讓我們認識了 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 工程的部分 機構的設計 牽涉到了重量分布 摩擦力 以及槓桿原力 藝術的部分 牛頭的裝飾 讓整件感覺有了生命 我們數學的話 是跟腳的連桿機構 與擺動方式 讓我們了解數學知識的活用 謝謝大家